我想其实这种相对剥夺感 还是我在这一个礼拜当中 一直频繁提起的一个词 就是因为刚刚讲到 强哥也提到了诈骗 当我们的一般老百姓 不管是在ATM前面 或是在邮局被这个报警 赶快警察过来帮忙劝说 那因为十万二三十万 血本无归 然后泪眼汪汪的 我们的一般小老百姓 跟着怎么比 室卫部呢 室博部他们的今年度预算 总额高达217亿 动辄都亦来亦去的 再来我们看到 他们的本部国外旅费 我们讲的是一年 就今年高达了1408万 其中也包含了出国考察 或是开会 总计呢有23次 那预计出国他们人也多嘛 预计出国的人 天数达到609天 换算下来平均每天 有1.7个人在国外 动不动就出国 动不动就出差 到底是数位部还是出差部呢 我要靠用我以前的老同事 现在外交部长吴钊燮 那时候我们还在讨论台湾 这个政治的问题的时候 他就骂政府太多的米虫 我觉得我们现在政府米虫真多 从陆委会到这个数发部 都是米虫嘛 哪需要这么多人 然后又交不出成绩 那不就是米虫吗 这是第一点我回应一下 就让我想到这个事情 第二个我看到数发部 刚才志强讲到说 这个市场的问题 我就让我想到 我小学的时候就听到一个 每一个新的校长 担任校长就是修校门 专门修校门 对不对 我们想说为什么校门一直在换 就原来每一个校长都要在那里头 走过一趟 对 有游水 那你这个难道 刚刚东门 我是用东门市场的 我也去南门市场 我就住在杭州南路 所以严老师刚好就是在地居民 那我觉得说你今天如果要 好不容易东门市场有这个机会 如果能够搬到南门市场 然后有一些真的是 因为那个地方真的是 附近的居住环境 真的是算是不错的 如果市场能够改建 那非常的好 所以我一直希望就能够动 那个地方你要有地 你政府要找地还不容易吗 为什么要去跟市场去争地 我觉得这个而且就是 明明就是浪费钱 那就多走一趟 就是多捞一次 我觉得只有这样子 我只能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好像这个校门没有什么问题 每一个新任的校长 都要去修小学校长 都要去修校门 就是同样的情况 那我觉得民进党 我们再回到赖品瑜来讲 也是一样 就是说为什么反核电 大家都说因为他们有得捞 不是因为有得捞 而是说他们觉得 核电的门槛太高了 所以其他的太阳能板也好 或者风力发电也好 他们进去的门槛比较低 可以分得到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在教书交两岸关系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 我常常跟学生看 我说我们台湾就是一个 这个精神分裂的情况 很讨厌大陆人 可是呢 还蛮喜欢人民币的 就是 然后呢 就是说自己说 都不要去跟大陆来往 可是自己的家人 好像都在做 就是完全就是一个 又看不起 又觉得说好像 对方这个跟你的 这个在这个文化上面 好像台湾比较高 可是呢又要跟他做生意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矛盾 你要是这么讨厌 你根本就不要 结果看到赖品渝 他爸爸还是在做 对不对 还在鼓励在做这些 所以我觉得那你就一致嘛 你今天有志气 不跟对岸来往 你就不要跟对岸做生意 不要来往 我觉得最好 我自己 虽然大家都可能觉得 我会跟对岸有什么认得的 我自己的家人 我太太的家人 没有一个人在大陆做生意 没有一个人跟大陆有来往 我就是那么清楚 所以我觉得我们讲话 比较可以客观的来讲 那你们这些 已经有家人在做生意了 结果而且还跟你的政策不合 你居然还可以大而皇之的 就是谴责福贸货货 然后呢自己的家人 继续靠这个在赚钱 我觉得这个是不应该的 是那我们也感谢我们线上 其实有4000多票都有参与我们第二小时的第二阶段的这个投票 关于我们今天的马德凌晨佑在采访时被赖品鱼给诬陷 是有这种骚扰啊跟骚啊 或者是故意半倒他的嫌疑 也感谢我们关注票我们这么热情的参与 但是这同一题也要请问一下汉婷 我想刚刚大家透过我们旁边开的那个框 你看到唐凤的次数应该在今天是算是最多了 因为成立数发布之后 大家对于唐凤在做些什么忙些什么 还有甚至进到立法院的时候呢 其实也有很多的委员都颇有为辞的 就是说问A答B啊 这是蓝绿委大家都有的共识 连绿委刘世芳也特别坦言说 数位部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方向 而我们透过数字面 钱的方面看到一直出国 一直出国一直爽 那到底整笔的预算是为了成就 你唐凤一个人吗 因为除此之外 我不知道数位部或数发部 其余的人在忙些什么 我们台北市政府的很多资讯局同仁 都被挖角到了数发部 在去年刚开始成立的时候 然后后来呢 那但是当然这些人具体是怎么样 就不能够不能够讲啊 免得他们遭受到迫害 但是很多同仁的一些反应啊 就是没什么业务啊 没什么业务相较于在台北市资讯局 台北市资讯局是业务量很重大 很烦的就是工作很多 他们每天都要这样的认真 然后到数发部之后就发现 好像也很轻松 就是没什么工作 我们问说对 那到底具体有什么工作 就好像也没什么工作啊 就里面的同仁都直接告诉大家 就好像也没什么工作 你怎么还会期待 这数发部在干嘛呢 可是我记得他们薪水很高耶 对 大家确实反映比台北市政府的薪水高多了 因为那个位阶部一样嘛 公务员位阶一番薪水当然就高 那当然台北市政府资讯局就很辛苦 我也希望我们台北市资讯局 能够帮同仁有更多的 额外的一些bonus之类 才有办法留下辛苦的人才 通常我们在讲说 哎呀政府单位没在做事 或者讲说某某官员没在做事 某种状况不太公允 为什么 因为那个具体的行政的公务员 一定有事情可以做嘛 对不对 就有民众的陈情 或他要处理什么事情 他好歹转移一下公文 他弄个网站 然后上上新闻 然后他做什么 他一定有业务可以做 所以政治人物 你说这个他没有事 他不做事 但是公务员一定有事情可以做 对吧 可是呢就是 术发部里面的公务员呢 竟然也在讲 就好像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 当然今天这则出去之后 术发部一定有新闻稿要来驳斥 说你看我们这个又是造谣啊 或什么 或他们要开始彻查里面的员工 我希望不要做这种内部 在搞绿色恐怖的事情 因为毕竟真相如何 就公务员心知肚明 甚至呢 术发部跟其他的一些这个 平等的一些局处机关 那跟其他的部会机关 这公务员之间也都会在聊啊 在聊说谁比较闲啊 大家都会觉得说 哎你怎么跑到唐凤那边 那同样是做资讯的 对不对 因为其他局处也会有一些资讯人员啊 但是都会很羡慕术发部 为什么 凉啊就是凉啊 所以大家才想要去调过去 好那当然 术发部一定会否认 但你否认呢也没用 你否认也没用 因为这是具体的事实 那当然我希望是关键是什么 是唐凤也好民进党也好 本身要给术发部一个工作 或者是你要落实这个工作 你不给工作那底下公务员 当然就不知道要做什么啊 对不对 最简单比如说好那到底防堵诈骗 这件事情是不是属于 术发部的一个职责呢 感官上是 然后蔡英文跟以前是苏贞昌 苏贞昌或现在的陈建仁都讲说 对 术发部呢在防堵诈骗上是有些责任 可是实际上立委在责询的时候 术发部在干嘛 都说我们只是监管单位啊 这件事情应该是NCC要负责啦 可是这件事情在技术层面 实力上是允许的吧 实力上当然是 你说那个power的实力嘛 就能力上跟技术上 对 术发部是可以负担这个工作的吧 而且今天其实对老百姓来讲 我管你是哪个部会负责 就是政府要负责嘛 金管会也好 财政部也好 NCC也好 或者是术发部 就面对网络的诈骗 有人都直接光明正大 就是拿唐凤的脸 然后来当做假网站 来做诈骗集团啊 我是唐凤 然后欢迎大家来进入我的投资理财 唐凤你本人被这样羞辱 你都无动于衷吗 你对于诈骗的受害者 都无动于衷吗 那如果呢 你表现出来一副 我们也很努力啊 对受害的这个诈骗者 这个我们也是 这个很心痛啊 你但凡有一点表示 大家怒火都不会那么大 但今天最关键的就是 每一次都看到唐凤 这个很简单 我们会处理啊 这个我们来写个程式啊 你写完程式之后 毫无改善 而且是立委直接在质询 你们部会官员的时候 每一个都东推西推 每一个都东推西推 详情欢迎看我自己的YouTube平台 整理得非常清楚 跟这个国民党拍了一个小短片 就互相推卸责任 互相推皮球 所以现在大家对于书发部的一个职责 不外乎就是 好像就是点面线啊 而且实际上 他这点面线到底产生了 哪些的具体上的效益 目前尚未可知 再不然呢 一样就是花钱盖大楼 所以我们才说 目前民进党 不论他是推出了一些什么政策 往往都是先给钱 然后后边计划 这跟实际上应该要理性的 先边计划再申请预算 截然相反 因为民进党 他就是想要纯粹的大撒币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益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支还添加 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 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素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太阳星全校 życi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